新型冠状病毒最新动态更新 全国确诊31270 疑似病例26359 治愈人数1689 死亡人数638 据NBC新闻报道 皇家家乐比邮轮7日宣布 禁止持中国大陆港台护照的游客登船 好消息 据CNN报道 伊利诺伊州的两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出院 这对年龄60岁的夫妇 在2月6日晚间被允许出院 回到家中 在CDC的指导下继续隔离 今日 两架美国撤侨包机 预计抵达美国境内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称 停靠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再次检测出41例新型冠状肺炎病例 总确诊病例达到61例 新加坡警报升级 确诊病例达33例 所有校外活动暂停 中国疫情动态 疫情好消息 武汉首批5名儿童患者出院 最大14岁 最小仅2岁 疫情进展防治类 国家卫健委 16省市以一省包一省的方式 对口支援湖北 中南山 疫情拐点还未到来 华南农业大学 从穿山甲中分离出的毒株 与新冠毒株相似度 达99% 武汉 每天核酸检测 增值最高8000份 武汉氧气供应量紧张 国家发改委协调包机 从南非运输阿里巴巴集团 应急捐赠医用口罩 名声类 李文亮医生被认定为工商 财政部 新冠肺炎患者个人负担费用 中央财政补助60% 教育部 未经学校批准 学生一律不准返校 出行类 交通运输部 公路水路客座率控制在50% 农民工包车可免费走高速 以上是今天的疫情重点新闻 请关注我们的持续更新